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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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台上魅力四射 天團五月天 最近在大陸舉辦演唱會 邀請許多大咖當嘉賓 但現在傳出 總統蔡英文年底 也打算到五月天 桃園演唱會 現場觀賞 今天是2019年的五月 五月五號 要客誰 根據週刊報道 年底將在桃園 一連舉辦 十一場演唱會的五月天 要陪伴粉絲迎接2020年 卻傳出總統蔡英文 也想到現場感受 天團的搖滾魅力 似乎想趁機搶年輕選票 透過幕僚 與五月天所屬音樂公司接洽 但因為臨近選舉 涉及政治敏感議題 讓公司相當頭痛 台上總能用輕鬆話語 逗樂粉絲 根據週刊報道 五月天這回 世衛慶祝出道20週年 舉辦的演唱會 特別具有意義 因為出道至今 每一步都很小心 靠著紮實功力 征服海內外 登上台北 上海 香港 紐約 東京舞蹈館 等世界指標性舞台 經歷人生不同階段 好不容易有今天的成就 一舉一動 都得小心面對與處理 誰美的願望 一定最瘋狂 我就尋我自己的身 在我後的地獄方 就怕沾上政治 針對週刊爆料 總統府接洽參加 有類似的討論 希望內容應先求證 避免造成相關主辦單位的困擾 記者做不到 沒有